好片显微镜 烂片粉碎机 大家好 我是咸鱼 十分钟带你走近一部电影 假如机器人拥有了独立思维 他们会反过来摆脱束缚甚至伤害人类吗 根据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定下的《机器人三大铁律》 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 在不违反前两条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自我保护 而在2014年 一部名为《机械机》的高分科幻片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所谓的三大铁律就是个笑话 故事还要从程序员小凯说起 这天他收到一封神秘邮件 点开查看自己竟然中了公司头奖 作为奖励他将搭乘直升机 前往富豪老板与世隔绝的庄园 飞越雪山穿过峡谷 飞了好久还没停 小凯就问还有多久到他的庄园 而司机笑着回答道 之后直升机将他放在一处空旷的草地上 司机告诉他一路沿着河边走就能到达目的地 顺着指引小凯果然看到了豪宅 在AI语音的指引下 小凯现场办了一张钥匙卡 成功进入这座临间豪宅 并在里面见到一个正在练拳的鸡肉男 他就是大老板内森 第一次见到偶像 气氛还有点尴尬 一番客套寒暄过后 老板带他参观豪宅 他们来到小凯的房间 看着封闭的空间 老板开门见山地表示 之所以没有安装窗户 因为这里不是普通房间 而是研究基地 随后便让小凯签一份保密协议 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保密条款 小凯有些犹豫 说好的奢华度假 竟然是来当小白鼠 但在老板一番PUA过后 小凯还是决定签字 见目的已经达到 老板问道 说完小凯便意识到 原来自己是被叫来搞研发的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老板其实早就发明了 被赋予独立意识的机器人 现在只需要他进行 七天人工图灵测试 看着玻璃上的裂痕 小凯隐隐觉得 这一切似乎没那么简单 他还没能细想 眼前就出现了惊艳的一幕 一个全身都是机械 面部却是常人的女机器人 出现在他面前 这张脸还是自己 平时幻想中完美女神的模样 他迫不及待地 想和女机器人进行图灵测试 不管他问什么 对方都对答如流 测试结束后 小凯毫不掩饰 对老板的钦佩之情 内森也十分得意 因为一旦测验成功 那就意味着 他跟上帝一样 拥有创造生命的能力 这将彻底颠覆世人的认知 晚上睡觉时 小凯通过监控 无意间发现 爱娃竟然坐在桌前画画 这让他十分震惊 如果说白天的对话 还有可能是 系统设定好的程序 那么现在爱娃的行为 就完全意味着 他拥有独立的思维能力 正当他想继续观察时 爱娃转头望向监视镜头 突然就发生了停电 两分钟后 供电恢复 内森向他解释 最近总是这样 不用太担心 第二天 小凯便被老板的贴身女仆叫醒 开始第二轮测试 一见面 爱娃就向他展示昨天的绘画 还说自己每天都在画画 但从来都不知道在画什么 小凯便建议他 可以尝试画些具象点的东西 比如一个人 爱娃意识到 小凯一直在研究自己 他有些不高兴地反问小凯 想不想跟自己做朋友 如果想 那就应该结束这种审讯式的单向对话 在爱娃的主动迎合下 他们开始像正常的朋友一样 进行深入交流 正当聊到老板内森时 研究室再次停电 恢复宫殿后 爱娃一秒变脸 又变回原来的模样 晚餐时 老板问他 停电那两分钟发生了什么 想起爱娃的警告 小凯留了个心眼 随便应付了过去 见小凯什么都不肯说 老板决定带他去建一个 神奇的高科技产物 这是一颗人造大脑 代表着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 一旦机器人拥有它 就能开启灵智 跟普通人一样正常交流 产生出独立自主的意识 更可怕的是 他还会赋予机器人 强大的观察能力 第三次对话结束后 小凯通过监控 偷偷观察爱娃换衣服 心中伸出一股莫名的情愫 他问老板 为什么要给机器人设置性别 他怀疑爱娃刚刚对他的勾引 都是老板故意设置好的程序 但老板却矢口否认 还带他去看一幅抽象画 解释称 这是画家波洛克 在无意识状态下 创造出来的作品 就像爱娃对他的感情一样 不是程序算法 而是无意识的产物 爱娃之所以对他产生好感 并不是老板能决定的 是爱娃本体的自主行为 第四天 小凯为了测试爱娃 是否真的存在自主意识 便跟他讲了一个 关于自由的故事 只要他拥有意识 就一定渴望自由 想从这牢笼里逃出去 房间再次停电 小凯认为这次停电 很可能是老板故意为之 就是为了测试 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 两人会说些什么 而爱娃却表示 断电一直都是他搞出来的 只要他在充电时将电流倒转 系统就会因为超负荷陷入瘫痪 这样就可以暂时摆脱内森监控 聊完之后 小凯跟老板去户外爬山 他质问老板 为什么要挑选自己中头奖 老板听完后 反而把小凯一顿夸 还继续给他画起改变世界的大饼 殊不知 此时的小凯早就陷入爱娃的温柔乡里 甚至幻想着将爱娃救走后 与他一同生活 晚上通过监控 他发现老板十分粗暴地 将爱娃的作品撕碎 这更激发了小凯的保护欲 他找到女仆 询问老板在哪 谁知女仆会错了意 竟要解开依扣 吓得他连忙阻止 这时老板走了进来 只见他暗动开关 女仆就像机器人一样 听到音乐就开始热舞 第五天 爱娃表示 这回轮到自己提问小凯 自己还能识破对方是否说谎 他问小凯喜欢什么颜色 小凯答红色 他继续追问 如果测试不通过 会被怎么处理 小凯一时陷入语色 爱娃现在只是个半成品 大概率会被格式化 爱娃再次断掉电源 将老板撕毁的话拼凑在玻璃上 竟是小凯的面庞 他鼓起勇气 跟小凯告白 还表示不想被销毁 希望他能带自己远走高飞 小凯找到老板 他想知道爱娃的下场会怎么样 因为数据收集到了收尾阶段 老板很高兴 便告诉他 爱娃的身体会被保留 数据库 则会留给下一代 更先进的机器人 见他难过 老板便安慰他 这番话并没有说服小凯 他趁着老板醉酒 偷走他的门禁卡 闯入老板的卧室 打开他的电脑 通过查看数据包 他才发现在爱娃之前 就已经生产过好几代AI 结局无一例外 被全部销毁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竟然连老板的贴身女仆 也是机器人 会撕下脸皮的 不一定是狐妖 也可能是未来世界的机器人 在发现老板的枕边人竟然由钛合金打造后 小凯彻夜难眠 他开始自我怀疑 自己该不会也是一个机器人吧 他不停撕扯自己的皮肤和嘴巴 试图找出蛛丝马迹 直到用刀片划破手臂 看到鲜血流出后 他才放心下来 小凯认为 拥有独立思维的机器人和人类一样 不该被限制人身自由 他对老板违背伦理的实验 感到愤怒 下定决心要带着机器人艾娃逃离这里 第六天 他告诉艾娃 测试结束后 他就会被销毁 自己打算灌罪老板 偷走他的门卡 篡改这里的安保系统 到时候只需要艾娃及时断电就行 艾娃当即答应 可这个计划 说起来容易 实施起来却问题重重 无论小凯如何劝 老板就是不肯喝酒 还拿出一瓶矿泉水 表示自己准备借酒 小凯只好表示 艾娃通过了图灵测试 老板高兴极了 随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让她提防点艾娃 对方可能会利用她的感情 帮她逃离这里 随后带她进入自己的房间 打开录像 告诉她 艾娃就是故意让她看到 自己被欺负的画面 为的就是误导她 好博取同情心 见小凯不信 老板又放出停电时 两人交流的录像 原来她早就通过备用监控 知晓了他们的越狱计划 小凯面如死灰 老板这才摊牌 真正的图灵测试 是要检测艾娃的越狱能力 看她是否会玩弄一个 宅男程序员的感情 利用人性的弱点 帮自己逃出牢笼 看来实验结果很成功 而这时 小凯却扑了她一盆冷水 告诉她 自己早在昨晚 趁她烂醉如泥的时候 就已经破译了安保系统 艾娃现在可以自由出入实验室 现在的她 正在跟女仆说些什么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老板 拿起武器 想逼她回去 但为了自由 艾娃拼尽全力反抗 朝着老板冲了过去 一把将她扑倒在地 却被老板一榔头打断手臂 就在她被拖走时 女仆突然被刺老板 老板反手将她打倒 而艾娃却趁机拔出匕首 直接刺入心脏 了结她的生命 在取走门卡后 艾娃找到小凯 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说完就把她关在这里 自己则换上人皮 穿上新裙子 看着倒在地上的老板和女仆 以及疯狂敲门的小凯 艾娃眼中闪露的 只有事不关己的冷漠 她伪装成人类模样 搭乘直升机逃离了这里 走入了人群之中 现在没有任何人 能戳穿她的真实身份 这部电影叫《机械机》 看完后让人不禁几倍发凉 提起科幻片 人们第一时间总会想到 宏大的世界观 磅礴的史诗场面 目不暇接的特效 但在这部冷门小片里 导演却反其道为之 以极简的场景 击败一众大片 拿下了当年奥斯卡的 最佳视觉效果奖 在与世隔绝的山林别墅里 七日的图灵实验 对应着上帝创世用的七天时间 这里既凝聚着人类的高能智慧 同时更是复杂人性的斗兽场 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类 一类是可以从书本中 灌输得到的学理性知识 另一类则是需要靠生活体验 获得的感性知识 老板采取的图灵实验 就是后者的升级版 在传统测试中 机器人只要用知识 让不知情的人类 相信自己也是人 就算过关 但爱娃却不止于此 她还能利用心机与魅力 反过来一步步引诱 并操控小凯的情感 小凯明知对方是机器人 最终却还是乖乖听话 帮她突破了人类社会的禁忌 这就达成了人工智能的终极进化 那为什么爱娃会恩将仇报 要让小凯活活被困死在实验室 除了进入人类社会后 可以毫无破绽的考虑外 更重要的是 爱娃身为机器人 能理解人类的伦理道德 恩怨情爱 但她却可以选择不用遵守 她不但骗了小凯 还骗了每个看电影的观众 让我们误以为 她真的怀有少女的情感 可实际上 她只是默示对人类社会的一切准则 抓住并利用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机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